嗨 大家好 我是美樂 嗨 我是阿丹 然後我們今天又來到傑安特的總部啦 對 今天有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東西 對 據說那一台要發表了 我們也是再次抱著我們的好奇心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要發表 對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 對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 那我們今天除了會來看傑安特的新車發表之外 他們這一次也有新的輪組的發表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們除了新車跟新輪組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這一次呢 一樣是來到了傑安特在台中的總部這邊 走走走 大家都來了 好奇董喔 T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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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TCR Made faster 精彩的來了 精彩的來了 嗯 我都好期待喔 T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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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TCR TCR Made faster 精彩的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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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都好期待喔 TCR的優打其實就是那個壓縮車架 嗯 所以就是第一代的壓縮車架 就很豐富 一台 當初的一個新標準就是這種比較壓縮的車架 雖然現在看起來都是非常正常的車架的造型 但是之前在那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其實這種造型其實是比較少 然後從第二台TCR開始就變成就是也是第一次有碳纖維 這種車架來造成的 那也都是像現在的高階車群都是碳纖維的相關的車架 然後演變了就是一直慢慢的演變 裡面這個X是用270片的碳纖維來平成的 那就是代表其實這台TCR上面的碳纖維 也就是這 你現在上面看到的所有的一個片其實就是TCR上面的所有的碳纖維 都是在這個上面的造型 這台TCR上面的碳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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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直接碳纖維 剪中了 直接碳纖維 直接碳纖維 直接碳上去了 所以這邊一定比較細 它增加舒適度 它增加舒適度 對 你都沒有聽過 增加這個舒適度 它改這邊也快這個擋 因為它原本就很 所以它這個又變細 它等於會細適效果又更好 它做法又變長 變細 這個管件都有長 都有變小 它的功夫會變小 好我們剛才聽完 一系列大致上的介紹之後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展區 我們下午還會有一個更完整的解說 放在影片的後面 這次的重點當然就是這個 TCR 然後它這裡一開始就先展示了 它這十年來的TCR的進化史 它從第一代 然後第二代 然後一直到最近的 還有它從什麼時候 跟品牌有聯名的合作 它在這裡都有展示 我看到這一區的時候 超感動的喔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我想到那個鋼鐵人 它從那個初代鋼鐵人 然後這樣擺擺擺擺擺 擺到馬克42這樣子 那個畫面你知道嗎 就有那個感覺 很棒 最初代的TCR 就在這裡 這是很棒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 然後看我們最新的 第十代的 他們這邊還做這個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來到第十代的TCR的介紹 感覺很有趣 第一代的TCR 第二代的TCR是 第一台用全碳纖維的車架 做出來的 然後第八代的TCR呢 是他們第一台有導入碟煞系統的TCR 這一代的新的TCR有什麼不一樣 現而已吧 現代是重點呢 你看 沒有線喔 然後除了沒有線之外啊 他這個還有改 他這個前叉的部分 還有這個 中間的管子 還有重點這裡 他這裡也掃了這一塊 這一台是最 他們頂級的陳車搭配 Cadex他們自有品牌的輪組 這個Cadex的也是他們的一個新輪組 在這個近期的這個輪組也是在討論度非常高 有蘇貞吉安特的藍尾 你看他這邊全部都是做這種碳纖維的輪條 然後他連這邊花谷這邊的設計也都是有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在裡面一閃間就展示 你看他這個花谷的設計也是一體成型的 那我們剛剛有了解一下說 這台車呢 他這樣子乘車搭配的話呢 大概是6.3公斤左右 對 那如果說在改掉這個龍頭把手的話呢 重量又可以再往下降 那這邊在展示的呢 就是除了 最高階的之外呢 他除了 高階 然後中階 然後還有入門款的 也是都有 最入門的就是這個 大家熟悉的Advanced 2 搭配了105的變數 其實這台我就覺得 很不錯啦 一樣啊 就可以看到他的車架 就跟一級的車架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除了他這個不是ISP之外 這邊的車架他改 都是一起改 都是跟一級車架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台呢 搭配就是105的變數 然後搭配PR2的輪組 那當然像是 Advanced 1 也是有繼續出 那搭配Rival的也是有 這台應該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一台吧 這台呢 Altigua 然後搭配SLR名的電變車 對 這台 是數點的電變車 這台的價錢呢 跟剛才Altigua是一樣的 然後這台是搭配Force 這台有功率大盤 那個沒有嗎 有啊 他也有啊 那裡也有 就是 也有 喔 應該總說 夾安赫的車子啊 其實就算不管是Chamano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有配功率大盤 這個是區秉 對 這兩台應該會是賣最好的兩台 我猜 對 中級車款 中高級 中高級車款 我不知道對我來說應該是中高級 其實我覺得6萬多就不錯了 對 這台是13萬的搭配Rival 他這個也是功率大盤 他這個實筆也是有到36 然後再過來這邊呢 他這裡有一個展示的車隊版的車架 就是這個車隊 Jaco Alula 對 然後這個車架呢 他跟我們一般看到的車架有點不一樣的就是 他這個是用電鍍的方式 去上色 哇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得到不一樣喔 有鋼鐵人的感覺喔 鋼鐵人的感覺 車隊版的車架就是比較顯眼 因為我們一般的車架 我們都那種 像是那種鋼琴烤漆 可以看得到 像是我們車是烤漆的那種車架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車架是那種烤漆 那這是電鍍的車架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 電鍍的風格 這電鍍的感覺真的是不一樣耶 對啊 電鍍他最主要的漂亮是因為他 在最下面都會疊這層銀色的 黃色上面這些其實都是半透明 藍色壓在電鍍的銀上面就變成是電鍍藍 橘色壓在電鍍銀上面就變成電鍍橘 所以其實整台車的底氣都是電鍍 然後去搭配其他不同的 設計 就會變成電鍍的效果 他這個輪組這一次 其實他也是搭配整個TCR開發 做整體規劃設計出來 他幾個主要特別 第一個 剛才有講到這個外框的一個 成型的部分 那是模具內一體 所以這字就是直接在模內成型 那這也是目前一個技術的瓶頸 因為你模具 剛抹在拿開的時候 要很準 稍微有動到 這個字就會 塗掉塗掉 所以他的 不良率就 只會很高 目前他會分幾個配件 就是扶條部分 前輪後輪這個成型之後 再跟我們實際的花骨 去做一個交格 花骨這次也是一個全新的一個 結構的一個設計 那這次另外一個改變的點 是這個彈 那彈簧是一個密度更高的 他是扁平的 一般我們的彈簧是那種 一根這樣繞 這是他的整個 黃粒的部分 因為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類似那個 兩邊式結構 對 然後是扁的 所以他的那個張力的部分 會壓縮 他可以保持一個很 穩定的一個力量 這輪組的聲音 超大的 就是要這樣 有夠綿密 他那個 48T就真的非常綿密 他框體部分一樣 就是無框構 這是我們這幾年來一直在推的部分 內徑是22.4 所以 我們這次 PCR只要配KX的外拍的 我們都會標配28C的外拍 因為讓他整個 框體的一個整個輪廓 可以達到一個最佳 空力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那再来我们来看他们二楼这边的展间 然后他一上来啊 他这边就展示了一些电斧车 然后像是电斧的小进车啊 这边也都有 最近我在路上蛮常看到这种电斧小车 因为他的价位大概在三万多左右 然后他也蛮可爱的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电斧车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另外一半 或者是可以让家人家中的长辈 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一起骑乘 像是我妈他已经有办法 就是跟我们从家里切到大道成来回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电斧小进车啊 在市区也很适合代步使用 像我们最近常在欧洲啊 或者是澳洲啊 或者是美国啊 其实很常看到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在骑这种电斧车 那他们电斧车呢 除了这种一般城市用通勤的 这种小进电斧车之外呢 他还有可以适合比较长距离的 骑乘的这种比较高阶款中高阶款 对那他有这种平靶的也有弯靶的也有 像如果说想要骑脚踏车环导 像我们第一次环导一样 觉得说哎想要借由电斧车来环导 来体验环导的话呢 其实也是不错 而且像是很多人有环导的梦想啊 可是又怕说自己体力不够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电斧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像我们那时候一样 而且电斧车在骑乘的时候啊 就不怕遇到上货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辛苦 或是非常喘的时候骑不上给你这样子 可能对一些钢筋处脚踏车的人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朋友啊家人啊都可以一起来骑 然后这次还有新甲子的这台电斧车啊 它也是搭配Panasonic电子 然后跟Yama哈的电子 然后它这个的价格是在六万两千吧 然后我们现在再过来啊看到topic topic产品呢是我们上次去富士山的时候 我们也有用的一个产品 那它包含像是前中后的旅行包 那除了旅行包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的像是周边商品啊工具啊前后灯啊 我们上次在日本洗富士山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个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非常不错 对 然后它这次还有出新的这个 可以挂在前面的小包包 然后因为我上次用的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像是一字七层啊 都可以放在放像风衣啊风雨衣啊 然后一些小零食啊 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 有一点就是像你们女生的 的龙头把手它会比较窄一点 像是你是三十八 如果说像一般正常大小的话 放上去可能就会卡住 也有些女生呢 她们是用三十六宽的 那像这种就可以用了 然后还有你看看这个 用的人是三铁的活动 他们这里可以放果胶啊 或者是那个穀物棒啊 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是果胶吃完的垃圾啊 可以塞在这边 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就是他们的工具组 这一个呢是那种随身携带的 对那它里面呢有分不同类型的这种工具 这种而且它这样小小的 小小的一个 蛮适合携带的 对啊很小一个很好携带的 然后再来一个很棒啊 就是这个呢 这是扭力把手 对那它这个收起来的话呢 也是非常小 这也很适合在旅行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彩妆 需要用到扭力板手的时候 这个也是蛮适合携带用的 对 这很厉害啊 它这个会用灯号行线 然后它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电灯 它这个电灯是自动感应的 它可以分辨你现在是有大太阳 或者是你进隧道啊 变暗暗的啊 或者是你骑车骑到晚上了 它就会自动开启 这样子 它只要侦测到现在是晚上了的话呢 它就变暗了 对 像是骑那种长距离啊 像北高啊 或者是双塔啊那种的 就不会怕那个电灯没电灯 像是这种手机座啊 也是有 就是我们如果说骑脚踏车在旅行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当手机座 那其实TOPIC的产品呢 不止这一区 它们还有很多 非常多种各种 适合单车旅行啊 适合bike packing啊 这些 像是这样子 对 其实很多没有展出来的 其实在官网上面都可以找好看 讲到TOPIC的话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呢 还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那个旅行包 它可以去压缩 压缩我们心理的空间 然后再塞进它的包包里面 对 很棒 好那我们在看完里面的TCR之后呢 它现在让我们在这边做实称 那我们刚听了他们TCR的介绍啊 就是他们真的不是只有收内线 然后他们对整个车架啊 都有做了一个大概版 然后连重量啊 也变轻了 细到呢 连轮组啊 轮胎啊 胎纹啊 那些 他们也都有纳入那些考量 好 那我们来试诚吧 怎样怎样 我刚才去齐恋艺圈啊 我觉得很不错 抽车的时候呢 特别有感觉就是我骑上了 我抽车 可以感觉到它就自然的在摇摆 然后很牵上 水 你抽车的力道啊 回馈 都非常的平时 诶 我在这里等XS的时候啊 然后这里每一个回来的人 然后跟我们说 缠了缠了缠了 要换车了要换车了 缠了缠了缠了 要下多少量 对啊 它这个啊 是28的款啊 我们平常其实都是25的 但是 它这个28的就是 其实你在路面 路感真的是有差 我觉得 哦 那路感很不错 而且你看 这车子 一台就是这样 这么轻 诶 诶 诶 我其实是希望 我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然后说啊 不然你是知道我买这样 诶 诶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买这一台吗 哈哈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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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机会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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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 真的耶,我以為這小盤應該是一份最大盤耶 我知道那個女生的感覺 哇,好輕喔 你也遇到了 那你早上去哪裡? 去回家啊 差不多了,回頭 想買了嗎? 想買,真的想買 我也是有個感覺 那個騎起來輕的很不真實 真的很不真實 覺得說怎麼會輕到這個程度 好像那種,怎麼講 就覺得不像在爬坡 對 而且我騎的是那個頂規的Eleven 0 然後它是配5234的那種齒比 好像山路其實覺得很 很盛 我以為我是KOM的齒比,太誇張了 而且那個車架就是輕巧到 就覺得那個車子跟身體 就是這樣合在一起 你身體怎麼動 你車架就跟這個怎麼動 感覺 真的很輕巧 嗯,真的不喜歡 好,那我們今天捷安特的新車法表會就到這裡啦 我覺得真的是值得看一下實車 真的好好騎喔 那這一次呢捷安特真的是端出了走內線的TC 那如果大家對於新的TC 有什麼看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對 新的一台又騎回來了 好香喔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